我覺得沒錯 那你說的那個燈載資料 這個時候政府燈載的是不是二次資料 欸 是 它就不是一手資料了 一手資料是個人的 個人它原始的文件 那個才是一手的嘛 政府燈載的已經轉一手了 所以它是二手資料了 這個時候政府資料反而就不對了 對 所以你提的 我覺得 謝謝你提的意見 那原則上 原則上是這樣的原因是因為 政府它出錢出力的能力比較強 有一種資料絕對只有政府做得出來的 那就是統計資料 全國類型的統計資料 人口普查你沒有辦法用到後面的資料 這種東西做不出來 人口經濟社會 這方面的統計資料 政府會做 學術界會做 以傳播媒體的統計來說呢 NCC會做 收視率調查公司會做 電視公司也會做 這個時候我們會採認NCC的資料 優於電視公司或者是收視率調查公司做資料 這個部分 我覺得就符合這個原則 那跟剛剛提的那個 人物的這個資料部分就 不太一樣 那再來就是紙本跟網路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就不再多提 反正就是以出版跟未出版 還有它的審查的部分 來做判斷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請 我拿過來了 他有無線網路耶 你去用無線網路嗎 因為直播用 你去用無線網路 你去用無線網路 你要晚一點再解決好了 因為現在的活動 你需要看網路嗎 因為他說要用這個網路 我說可不可以請他用無線網路 因為我在做直播 我需要用無線網路 好 沒關係 我不是分問題 這個打算比較怕 我先做清楚的情況 這樣就是認為 並就這麼提取了 但是其實也用 經常而已 我們活動其實無關 是啊 但是啊 因為我們的知識的傳播 是正確傳播的 就是因為怎麼 講師害啊 直接下去講嗎